其實30歲才是純骨本的 之前是純骨本的時機 那我用了 難不解 對 更需要做 因為骨質如果疏鬆的話很麻煩 那其實任何運動都可以 跑步啊 快走 游泳 打球都可以 但是我們是希望可以多做 在家也可以做 所以先從深蹲開始練起 可是如果深蹲的話 我們會希望 不能超過嗎 對 膝蓋呢 可以跟腳尖的方向是一樣的 因為有些人會比較內蹲 他一定要注意把他的膝蓋 先彎到前面 彎到同一個方向之後再往下蹲 才不會造成剛剛我們提到的 病骨鼓鼓疼痛症後續 那如果深蹲是OK 大家覺得 我這強度真的沒什麼的話 我們就 這樣 那我們這個呢 就是一天做3到4組 一次跳大概10到15下 這樣不會像膝蓋 這一切都是萬事俱備的前提 好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這張其實算是跟妳好辣醫師團 女生總是有許多的困擾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這些生活的習慣 竟是你健康崩壞的大危機哦 愛美的女性朋友 千萬別錯過 今天也邀請到三位女藝人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哦 許多生活習慣 身體徵兆都在告訴你出了問題 今天就要來告訴你哪些狀況 可能會讓你的健康崩壞 愛吃甜點的你要注意囉 巧克力 蛋糕不敵手 試吃甜食 傷心 記憶力會下降 婦科安全都來了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 蜜蜂女的故事 她呢其實就是一個甜點的 甜點店的主廚 那她的工作是做什麼 她其實就是每天要試吃甜點 試吃甜點 而且自己店裡面的吃完之後 還要去吃店裡外面的 她來求診就是說 那她陰道覺得有點癢啊 那我們看起來就是個 細菌性發炎 那一般細菌性發炎 都吃個抗生素就好啦 可是以她的案例來說 怎麼吃都吃不好 甜食呢會改變陰道的那個 菌蟲 所以陰道菌蟲 一旦不平衡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細菌 它就會開始慢慢的生長 然後就會造成細菌性的感染 那像有另外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空姐 那空姐 因為他們常常要飛來飛去 那所以他們生活都不正常 就熬夜嘛 那接下來呢 再來就是她飛到一個地方去之後 就喜歡在那邊吃美食啊 那甜點也是不會放過的 所以她也是這樣反反覆覆 反反覆覆的陰道感染 那最後她是什麼這樣的狀況呢 就是說她就是嘴巴吃蛋糕 但是她的陰道也長了蛋糕 是白色的 像起司一樣的蛋糕 其實那個就是嚴重的黴菌感染 空姐 對她就變成一塊一塊一塊的 像起司一樣的東西 那如果說 像這樣的狀況 如果說身體沒有改善它的免疫力 再來是你又繼續這樣子 不正常的飲食 又繼續吃甜食的話 整個陰道的菌蟲就會改變 黴菌跟細菌都會這樣子就起來 在美國有研究發現啊 如果我們把受勢民眾來測一個月 高糖高脂肪的飲食 來跟健康飲食的人相比的話 光是一週他們的短期記憶就會下降 四週之後呢 記憶力就是明顯的下降 所以吃那些糖啊 如果我們長期暴露在那個狀況下的話 其實我們的記憶力會變不好 那我這邊有一個個案是 26歲的上班族 她工作三年胖了15公斤 那她為什麼會來呢 其實不是因為想要減重 是因為她有 頸椎跟萬歲道症候群的問題 然後她就來 那講的時候她 因為她實在本人跟健保卡的照片 然後我們就是非常好奇 她這幾年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就很迂迴地問她說 你的工作狀況怎麼樣 然後不問還好 一問她就大哭就說 我最近工作真的非常的不順啊 因為老闆交代的不僅妄東妄西 我跟客戶約還忘記 她整個都快要丟了工作這樣 那我們就說 那妳現在這樣復健怎麼辦 她說就很倒楣啊 手痛脖子又痛 現在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後來發現呢 因為她上班的時候 每天一定要喝 一到兩杯的手搖杯 而且是全糖 不去冰的那一種 然後這個飲料就算了 她還會被很多小泡芙啊 巧克力啊每天這樣塞 所以胖得很快 當然記憶力也變得不好 那最後呢 我們就是強迫她 轉到我們的減重班去 在三個月左右 她就瘦了7公斤 然後整個人神清氣爽啊 她記憶力也恢復 就保住了工作 那我這邊也有一個案例 就是我之前有一個血緣啊 減肥血緣 她胖到110公斤 是一個女生 然後我看她的飲食紀錄 詳細的去問她說 妳到底三餐吃什麼 她就說我三餐 就是除了正餐之後 我一定要來個巧克力蛋糕 我就問她說 為什麼妳一定要吃這個 巧克力蛋糕 因為她去檢驗發現有 高血糖 血糖已經偏高了 而且她每個月都有一些 泌尿道感染的問題 甚至她去醫生求診 醫生跟她說 妳這個已經有 骨盆腔的發炎 所以已經都在吃抗生素 那她就跟我說 其實就是因為 我其實還剛失戀 那之前我男朋友 天天都會就是 買我最喜歡的巧克力蛋糕給我 所以說我每天就是 現在我已經不能夠 打電話給她了 我就只能打電話給蛋糕店 請她送蛋糕給她 然後她就一定要吃 那我就跟她說 親愛的 妳還是要愛妳自己 妳真的好好瘦下來 妳不用擔心 沒有男人愛妳好嗎 因為她真的長得還滿漂亮 結果其實幫她諮詢完隔天 她就 後來就打電話給我說 營養師我晚上又失控了 我又吃那個巧克力蛋糕 但是我這次急性發炎 而且送到醫院去 發現我的白血球 醫生說我的白血球過高 整個感染 而且引發高燒不退 然後我就隔天我就想說 我帶著那個 就是 水果啦 花啦 或是一些 水果啦 花啦 好冷 結果呢 你知道我們那個住院 不是都有那個置物櫃嗎 然後一般可能就放衣服 灌洗衣服 結果我這樣打開看一下 砰 整個又是巧克力 剛剛一堆這樣子 也是 我就說親愛的 妳不能再吃了 那妳呢 我就拿出我準備好的黑巧克力 說妳減少一點糖分 至少對妳的狀況會有改善的 那後來其實慢慢 一兩個月慢慢浮倒 然後我們從黑巧克力蛋糕 改成巧克力 然後慢慢換成一些健康水果 一份兩份 它現在已經瘦下來 回到80公斤 就真的好很多 我之前就是 很常去吃到飽就算了 因為我一餐 也不是一餐 反正就是我有空的時候 我可以吃掉六吋的那種 起司蛋糕 就中火那種 結果老公有被我嚇到 因為我 除了在跟他約會的時候 就是一邊喝雞湯 邊吃那個蛋糕之外 然後雞湯配蛋糕 對 然後他就說 這是什麼吃法 然後吃完了之後呢 我又覺得 嗯好像 甜的吃完要再吃點鹹的 然後又再去吃一些 一些什麼 切仔麵之後 然後又說 我覺得好像應該吃個仙草 因為太熱了 然後就 就這樣甜鹹甜甜交替的吃 然後老公就被我嚇到 想說你是 哪來的女人這麼會吃 然後 不僅如此 我懷孕的時候呢 還就是特地去那個 高級冰淇淋店 我現挖了兩桶 當時最新的口味 是Seven 絕對沒有賣的那一種 回診的時候 婦產科醫師跟我講說 你這個月胖了三公斤喔 這樣好像不太對 就是說 這樣子如果沒有胖到你 沒有胖到小孩是胖到你身上 然後 後來我就覺得說 好啦 我是應該要壓抑一下 但是那一胎已經胖了14公斤 有一點壓抑不了了 因為我產後 只送了10公斤回來 那個4公斤就還在身上 保留了它 而且我產後還得到那個 我就不知道說會不會是 因為這個有效 你是講的問跟吃甜食 不知道 不知道有沒有相關 對 肌腺症其實現在是病因沒有很清楚 我們只知道說 它是從子宮內膜一直往外長的 但是有一些人是比較容易 就是說 還有 是有可能慢慢它產生一些肌腺症 是說慢慢就會開始有一些 還有 但是跟甜食目前是沒有 應該是說肌腺症的人 可能一定會吃甜食 但是吃甜食跟肌腺症沒有一句 就好 就好 可能只能這樣解釋 可能因為很痛啊 壓力來了啊 就開始吃甜食了 對啊 我之前是因為 很愛喝手搖飲料 就我一個禮拜可以喝五倍 然後那時候 我第一次得尿道嚥的時候 我沒有感覺自己得 所以因為那是第一次 我不曉得 然後就是一直覺得 下面很騷癢 一直很想上廁所 然後我那時候上的時候 已經顏色有點濃 可是我很害怕 因為是我第一次得 我不曉得 然後我想說是不是有問題 可是我不敢跟媽媽講 然後我就繼續就是躲到房間 然後可是因為又一直很騷癢 然後我最後尿的顏色 就是已經走不動 走痛 對 我走到 我一走然後就覺得很想上 可是一去 然後就只有一兩滴 然後又沒有 而且那個滴出來的顏色 會跟血的顏色是一樣的 然後後來就直接送急診 然後醫生就說那裡去驗 然後他就給我一瓶嘛 然後我尿出來 後來就真的 然後醫生就說 你裡面那個指數 原本可能只有幾百 然後我已經到底幾千 然後我是沒有辦法動的狀態 然後後來就是打針 然後醫生就有問我說 那個一些就是我平常生活作息 我就跟他講說 他說我說是不是有常常喝飲料 或什麼之類的 我那時候就真的一個禮拜 五天都會喝手搖杯 就借不掉 可是後來我就真的被那次嚇到 真的很多女生她都有 而且她完全不喝水 你要知道你只喝手搖杯 你以為已經有喝到水 但是其實裡面是高糖分的 所以你吃進去身體 是要加倍去代謝這些糖分 而且身體很容易 處於發炎的狀況 再加上你睡不好 又是吃炸的 如果又像空姐熬夜 所以你得到這種 泌尿道感染的機會是非常大的 因為後來我就不敢 我從五杯就借到 一個禮拜只剩一杯 然後就逼自己要喝水 可能就喝蜂蜜水什麼之類 你也是甜的耶 沒有一點點 有點味道了啦 你會從五杯中改成喝水 因為有時候單喝水 會覺得不好喝啊 喝不下去 對 會很無聊 我分享的其實案例是我自己 我自己在年輕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很典型的螞蟻女 我也是我幾乎一天 一定要一杯全糖的珍珠奶茶 那我後來 那時候在大學的時候 後來我去美國念書 那真的是到了天堂 現在美國很奇怪 它垃圾食物比健康食物 還便宜很多很多 它的可樂比礦泉水便宜 那學生為了省錢 那一方面我也愛吃甜的 所以我幾乎一天就是 除了就是喝可樂之外 我還會吃那個甜甜圈馬芬 而且他們的甜甜圈 甜之外 他們上面還淋糖霜跟巧克力醬 對 整個都這樣 對 就幾乎是每一天 一塊到兩塊 那其實這樣結果下來 我就發現了 體重增加到那時候是快要破70公斤 而且那時候我很容易長痘痘 我想說在國外那麼冷 因為我那時候去美冬 可是我還是長痘痘 而且那痘痘很特別 它是很喜歡長在鼻子跟嘴巴周圍 尤其是長在鼻頭上 那個鼻頭一長 那個濃泡前痘痘 擠也不能擠 另外一個比較難以啟齒 就是我剛剛說會 其實那個時候 我陰道就經常發炎感染 那發炎感染 因為在美國沒有醫療保險 所以我自己去藥局 買那個塞疾來塞 那剛開始的塞疾效果還不錯 可是呢 其實幾次之後 我就發現怎麼 塞了兩三天還是很癢 那後來 因為我是短期的半年 後來我回來之後 我趕快去看婦產科 然後婦產醫師就說 其實有的時候 就是不要自己 只是買塞疾來塞 因為他說其實有時候 陰道裡面的分泌物 你都沒有清楚 乾淨之後 塞疾其實效果並不好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開始 念那個中醫了嘛 所以他又問一下 那個就是 我那是中醫系的學生 那這個婦產科醫師問我說 那你現在月經怎麼樣 我說月經喔 其實大概已經 大概快半年多沒有來 他說沒有來 然後他說 那我幫你照下超音波 結果我副車超音波一照 發現我有多囊性卵巢 對 他說 他就說 我看你也有多囊性卵巢 然後那個 又經常陰道發炎感染 你要不去找你的老師 調下身體 就去找我的那個 中醫的老師 把脈之後 他就跟我說 就問一下我的身體狀況 他說我是很典型的 濕熱體質 因為我們中醫講 就是甜品其實是濕熱之物 也就是長期吃的話 會造成這種濕熱的 病例產物在身上 所以他就跟我說 我一定要戒甜食 那我想戒甜食 他除了用中藥調理之外 那我因為太愛喝 含糖飲料 我沒辦法喝白開水 後來呢我想 那我就用中藥 來泡成茶飲來喝 來取代我的這個 含糖飲料 那就後來就真的成功了 所以我這邊介紹一個 這個戒掉甜食的那個中藥茶飲 那裡面的成分有 茯苓 黃旗跟草絕明子 我們用三錢 然後陳皮用兩錢 然後白毛根跟生甘草 我們用一錢 那我們把這些藥材 準備好之後呢 把它放在這個過濾袋裡面 洗乾淨放在過濾袋裡面 有一種方式可以用沖泡的方式 你用八百到一千CC的熱開水沖泡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用煮的 煮的方式 那當然也是加入一千CC的營用水 大火開了之後 轉成小火煎煮二十分鐘 然後呢 他們不會愛喝啊 因為沒有甜啊 直接要喝 它沒有香那麼甜 但它有乾的味道 因為裡面選的這些生甘草 你可以喝這個 可以喝水嗎 你真的可以嗎 有味道 對 就是它有 它有那種甘甜味道 因為這裡面的藥材 我選過都是那種 腥味是屬於比較甘甜的 所以其實喝起來 口感很好之外呢 就是可以取 因為它有甜味 而且它也可以去 身體的濕氣跟熱氣 而且因為絕明子 還有潤腸通便的作用 所以呢就是 我用這個來取代 我的含糖飲料 那慢慢其實我到現在 我都還是喝這樣子的飲料 全身紅氧 楚楚可憐 柔弱女 來看會有什麼毛病 小心過敏失控啊 過敏過敏啊 簡單講就是叫過度敏感 其實這是 我們身體的一個自然反應 為什麼叫過度敏感 是因為我們身體啊 本身會對一些外來的物質 產生一些那個防衛反應 像是你鼻子吸到一些過敏原 像塵蠻啊 髒空氣 然後你就會打噴嚏流鼻水 這就是你身體的免疫細胞 在替你阻擋外來的過有害物質 像是你那個眼睛 如果碰到那個髒東西的話 也會流眼淚 眼睛紅腫 皮膚也會 也會長疹子 也會癢 然後甚至你吃到東西 就會拉肚子 有的人會腹瀉 這個都是一些過敏反應 不過你如果長期的過敏 都沒有去理它的話 身體也可能會產生一些警訊啊 像是我有一個病人啊 他那個一個女生 三十幾歲 然後他被那個 他的男朋友就摻扶來 就真的是像楚楚可憐一樣 眼睛兩隻紅紅的 摻扶來是因為他 然後來的時候就是 跟我說他已經一年多都會 打噴嚏流鼻水 鼻塞 然後我一看的時候覺得 他完全沒有辦法用鼻子呼吸 因為他鼻子都被他的鼻肉沾滿 鼻肉整個沾滿之後沒有辦法呼吸 然後又會鼻水 又沒辦法往後面流 就會一直往前流 對 這樣子的話 他當然會很不舒服 他就一直覺得自己是感冒 然後去看診所的時候 診所也是一直給他一些感冒藥啊 因為診所的人都很多啊 就是也沒有辦法詳細的去問 然後後來就是他來看我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耳朵會開始悶 然後聽力有下降 然後到最後已經暈到受不了了 對 這個為什麼 因為我看這張手圖 因為這個我們是耳朵的一個構造 這個叫外耳 外耳跟中耳有一個耳膜隔著 然後耳膜裡面 這有一條耳煙管 耳煙管的話 它顧名思義就是從耳朵連接到鼻煙部 鼻煙就是在鼻子的後面 因為它過敏太嚴重了 所以耳煙管被整個淋巴組織塞住 所以這裡面我們會自然產生液體 液體會本來正常都會從耳煙管排出去 它耳煙管塞住的時候 而液體就沒有辦法從耳煙管排出去 就會在裡面激起來 所以叫中耳機 你就會覺得耳朵會悶 然後會聽不清楚 然後這個你再不理它的話 過一陣子之後你的耳膜就會慢慢的塌陷 就會塌進去 然後到最後呢 塌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呢 會開始長一種叫膽子瘤的東西 膽子瘤 然後它是一個外皮細胞 然後會往內耳 中耳跟內耳裡面長 那個小姐會暈死 是因為它的膽子瘤真的 侵犯到了它的內耳細胞 內耳的構造 然後內耳就是我們聽覺嘛 不管聽覺跟管平衡 它的平衡的地方被侵犯到了 所以就是它會整天頭都會很暈很暈很暈 這個到最後可能需要手足做處理 對 為什麼他會說他一年多來才會這樣過敏 主要是他跟他男朋友交往的時候就同居 他本來住外面的時候都沒有事 他跟男朋友同居的時候 他的男朋友養了一隻貓跟一隻狗 對 然後他來的時候幫他測過敏 對貓、狗是超級過敏 所以可是他為了愛 還是就繼續忍耐 以前我有一次就為了這個東西 我舞台劇沒辦法演 我回台灣 後來請人家代演 我那時候先是感冒 然後感冒一直沒有好 結果後來好死不死 到了那個我們內地的中原 然後因為其中一個城鎮 城鎮他在大肆的建設 所以他整個空氣就是你看不到天空的 然後可能因為空氣又更不好的關係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說 是我感冒沒有好 還是我引發了過敏 所以我就非常的嚴重 就是我耳朵就是塞住的 然後後來變成說 比如說我有些角度 我會有一點點耳鳴 會有一點點ㄡ 很輕微的耳鳴 然後就開始 人不舒服我頭會昏 然後就沒有真實感 我連看的東西都有點沒有真實感 然後整個人就是昏昏的這樣 然後後來我撐了大概有 將近一個禮拜之久 因為我們住在那個地方 然後後來我真的受不了了 就是我耳朵 我可以明顯的感覺到 所以後來我那時候是沒有辦法演出 然後後來趕快飛回來請人家代演 然後後來我的解決辦法是 他把我耳朵掛一個洞 對 就是掛一個洞 然後讓水流出來 那這個是過敏引起的嗎 應該是 其實我們腸道也會容易過敏 因為我們腸道本身有很多的免疫細胞 在那邊抵擋 那些吃進去的髒東西 那些免疫細胞 如果遇到是說蝦子 有些人對蝦子過敏的話 急性的症狀可能在兩個小時內 就可能會拉肚子會痛 甚至會眼睛會水腫 這是急性過敏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有些是慢性過敏 現在最近很紅的兩個名詞 一個叫腸肉症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 膚子不耐症 這也是我們腸胃科一般來講 醫師比較少注意到的事情 那腸肉症的話 他是提到是說 你吃進去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急性的過敏反應 那可能是慢性過敏反應 所以你症狀沒有那麼明顯 那可能是稍微一點點脹脹的脹氣 或者是說有點拉肚子 那你會以為說 你對這個東西沒有過敏 那其實那些東西它已經 這些食物已經影響到 你的腸子的聯膜 造成你的腸子跟腸子細胞 本來是很緊密的慢慢變得鬆弛 鬆弛之後你的那些不好的東西 容易就經由這個鬆弛的那個細胞裡面 進到血液裡面 造成免疫反應 可能會有腸胃道症狀 可能會有情緒的反應 可能會有呼吸過敏 甚至會有皮膚的反應 就是腸肉症的觀念 那膚子的話 膚子不耐症的話 就是西方比較常見 台灣比較少被這種事 因為是診斷很困難 那它也是自體免疫的疾病 就是說你吃到這種 小麥類大麥類的這種麵包東西 容易就會腹脹拉肚子 甚至有些人是便秘 那我舉一個年輕女孩子 其實就跟我們管宇一樣 碰到一個病人 其實腹脹的病人 不是每個都胖子 很多都是像那種瘦瘦的女孩子 那我碰到那個女孩子 像瘦瘦的很漂亮 然後她坐下來就告訴我說 怎麼辦醫生我這邊 每次都肚子很脹 然後先上脹胃 然後後來整個肚子都脹 然後她穿的又是緊身的那個裙子 她的這個肚子就鋪得很厲害 然後我就想說你這麼瘦 她說你不要不要相信我 你敲敲看 我就敲敲看 結果是蹦蹦蹦 很大的困擾 她上班她坐著她就是很不舒服 也吃不太下東西 後來我就說好 那我先幫你做個檢查 比如超音波 大腸鏡 胃鏡 結果我發現說 超音波胃鏡都還算正常 大腸鏡滿特別的 因為大腸鏡我們進去看的時候 它的那個大腸正常的 它清得非常乾淨沒有大便 但是那個大腸 在我們一進去的時候 就發現它已經脹起來了 像氣吹氣球已經是脹的 它沒有東西但是已經有氣體了 而且它的那個聯膜比較腫脹 這滿特別的 所以它不是真的騙我們 後來我一直奇怪 為什麼要吃 它就是有慢性的發炎 它有發炎 但是發炎我們 切片好像就是說慢性發炎 但是找不到特別的原因 那我也給它吃藥 吃一些脹氣的藥 吃一些益生菌 吃一些促進乳動的藥 它也沒有便秘喔 都沒有改善 那怎麼辦 我就超扯的 就是沒辦法 後來過三四個月之後 我就發現其實 會不會是所謂的這個 膚質不耐測 或是這過敏的這個 腸肉的問題 後來我就想要把這個膚質的 都這個麵包類啊 麵類 你先停停看 停一個禮拜 他覺得好像比藥還有用 所以說 他如果停這個食物的時候 他的那個過敏的感覺 就不會那麼強烈 也就是說這個人很喜歡吃麵包 他不一定喜歡吃麵包 但他日常生活之後 會離不開這些東西嘛 吐司啊 麵包啊這種 對 因為有吃這個 才會讓他過敏的 對 因為膚質過敏他最早的時候 開始被以為是一個消化不良 所以他有一個 另外一個別稱叫做 乳泥蟹 對 那他但是後來國外 他們有一些報告出來說 就是說 他除了腹蟹腹腸的腸胃道症狀之外呢 有一些找不到原因的疑難雜症 居然也跟膚質過敏有關係 那病人有可能會 停血或者是說肝臟功能上升 那甚至有人會 頭痛 關節痛等等 那最主要是因為膚質過敏啊 他跟一般的過敏不一樣 那剛剛吳醫師有提到說 他是一個自體免疫的疾病 就是說他膚質吃下去之後 身體裡面會產生那些自體抗體 那自體抗體他就到處去攻擊啊 但攻擊到什麼地方 那個地方就會出現相對應的問題 但是這些問題就是說 只要你不要繼續去攝取膚質 這些問題其實是有機會可以改善 另外我這邊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這個另外一個病人 他不是膚質過敏 但是他是經由 運動所誘發的食物過敏 那我這個病人 他是一個拉拉山的果農 那就是說他來找我 是因為他在工作的時候 因為過敏性 所有科昏倒了好幾次 那病人本身 並不知道他對什麼東西過敏 但是他記憶所及 就是說第一次發生的時候 他是吃完饅頭之後發生的 第二次是吃麵吃完發生的 那兩次都是吃了之後 他就去從事一些很粗重的工作 然後再工作了到一半的時候 就全身起疹子 然後昏倒 那實際上這個病人 他是一個對小麥過敏的病人 因為不管是饅頭還是麵 其實他都是 主成分都是麵粉 但是病人跟我們講說 他平常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不會有狀況 就是說每次都是吃完之後 然後去工作 然後流很多汗之後 曬太陽 就昏倒 對 那他的原因其實就是 剛剛那個 吳醫師講到的那個 腸肉症 腸肉症的一個原理 就是說我們人體在運動的時候 因為胃腸道的血流會下降 這個時候會造成 變得脆弱 那胃腸裡面的這個過敏原 就容易從這個地方 進入到血液循環裡面 所以變得更容易過敏 對 那之前在節目上面 也曾經有來賓分享過 就是說他說 他吃完海鮮去跳舞 會過敏 所以說 在這邊大概會建議 如果本身就是 吃東西會過敏的民眾 就是吃完之後 建議不要立刻去運動 我有鼻子過敏 也有氣喘 而且我氣喘是屬於 比較嚴重的那種 我通常一年 一定會送兩次吃 半夜 因為我 那妳隨時要帶呢 對 我就是那個吸入器會一定要帶 然後會送急診 就是因為那個吸入器 有時候壓不下來 就是如果我吸了大概三次之後 我自己會知道說 這個東西沒有用 我就會跟媽媽說 我要送急診 因為我自己的身體我知道 然後那個吸入器 我現在已經變得 我每個地方都要放 我床上放 客廳放 然後可能家人的房間也放 然後經紀人車場也放 就是任何地方我都要放 因為我很怕隨時沒有 我就會那個 那個要來之前不會有一個警覺 警覺說要來要來 沒有 因為其實我對過敏的也是毛 或是塵蟎 或是就是空氣 我對天氣也會過敏 如果忽冷忽冷 那個季節 季節變換 季節變換的半夜 我就會突然醒來 然後就會氣喘 然後我就要摸找那個東西 然後如果找不到 我就會很緊張 因為我就會壓不下來這樣 我的時候鼻子是沒有辦法 兩隻都可以呼吸的 就是我通常每天都只有 不是塞住 就是只有一個 像我現在就只有一個 鼻子可以呼吸 然後最近那個 一直有一種過敏的感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那個 就是會耳鳴 我也會耳鳴最近 然後通常都要那個低頭 一定要那個倒立的感覺 然後才會好 然後我有去診所看 所以有的時候看你身 像是倒立這樣 鞠躬 其實真的會走一走 然後鞠躬 然後他們就會問我說 你幹嘛 我說等一下我這邊不舒服 然後我還去看了小診所 可是那個醫生就有看 他就說你這個沒有問題 他說你長得裡面很正常 他說如果你要去檢查 你要去大醫院 但我就可能因為懶 就都沒有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對 他有這個所謂的氣喘 跟這個耳鼻有沒有絕對 他基本上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一個呼吸道 一個疾病 你有過敏性鼻炎的人 你氣喘的機率會上升 而且你有氣喘的話 大部分人都會有過敏性鼻炎 它的話應該也是這個 耳眼管的問題 有 我剛剛聽我覺得 可能真的是 所以這個的話 你還沒有積水 你只是還沒有積水 因為你的耳眼管是 有時候會通 有時候不通 對 所以你的壓力 有時候可以釋放 所以不會說 整個塞住積水這樣子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過敏 那我這邊其實臨床發現 我們大家可能有塵蠻過敏 還有食物過敏是大宗 那另外還有一些工作 情緒壓力 睡不好 其實都可能會造成 你有這些慢性發炎的一些反應 所以我請各位 你可能平常突然就 你會發現說 我如果最近 特別容易打噴嚏 或是容易長疹子 或是有腸胃脹氣 我請你留意一下 那可能都是一個 慢性發炎過敏的一個反應 那至於從食物是可能 比較簡單的 那大家知道常見的 過敏的食物有哪些嗎 可能我們比較常見 就是什麼奶 牛奶 雞蛋 然後像剛剛講的麩脂 有可能小麥 燕麥這些都會過敏 還有常見的都是 海鮮 蝦蟹等等 那我今天要分享一個 就是真的很特別 現在越來越多人 竟然吃素也會過敏 對 因為他會發現其實 對於奇異果 草莓 櫻桃 四季豆 甚至是綠花椰菜 都會引發過敏的反應 那其實現在醫院診所 都會有一些複色 你可以去驗你的 全食物過敏原 那可以知道 那我這邊有一個 就是名媛的少女 她其實就還蠻瘦的 大概只有四十二公斤 那她來找我 我看到她也嚇一跳說 你是要來減重的嗎 不然人家怎麼會來找我 她說其實是營養師 我是常常一直起瘋 瘋整塊 她就說她兩年以前 都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為什麼這兩年 我天天就是每個月 都要去打那些 什麼抗生素的 類固醇 治療 她就說為什麼很奇怪 後來我去回顧她的飲食 然後幫她去做 這個過敏原檢測 才發現她竟然對香菇過敏 對香菇跟奇異果 是過敏的 她就說我每天崇尚要瑜伽 我想要瘦 我完全不運動 讓我做瑜伽 然後吃素 結果沒想到 她去測那個過敏原 IgE是比一般人 就是爆了一千倍 都上萬的這個素質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說 你其實可以 除了去驗過敏原之外 你可以回顧你的飲食 你可以試著說每個禮拜 去換一下你的飲食 比如說你每天都吃奇異果 你下個禮拜就說 那我這個禮拜 我不要買奇異果 我可以改買別的 可能是香蕉或什麼的 你去看你的症狀 有沒有好一點 那這樣子比較是 治根本的一個方法 來 接下來 只進不出滿肚怨氣小腹 對 當心腸胃代謝差 便秘早上不來 就是我分享兩個案子好了 那個病 上個月碰到一個阿姨 六十幾歲 然後她那時候看門診 她在外面後診區 她在後面就已經在哀嚎 然後這個病人告訴我說 外面有個阿姨 在肚子一直在喊痛 可不可以讓她先 乾脆讓她先掛 她就進來 她進來的時候是 然後這樣走進來 我想她是不是在腰痛 然後她坐進來之後 她告訴我她是肚子脹 很不舒服 然後我發現說 你發生什麼事情 那她說她是說這個 腰痛已經兩三個禮拜 她去看骨科 給她吃一些止痛藥 類麻非類的止痛藥 那吃了之後 她開始大便 開始變得越來越差 還不出來 然後肚子就便秘嘛 對不起 慢慢的脹 她有去看診水 有看我們科的其他醫師 但是都覺得說便秘 這個小事情 就給她開藥給她吃了 但是一直都沒有大便出來 然後她很痛苦 她說肚子已經脹得很厲害 我敲敲敲都是實心的 脹氣是空心的 大便很多的時候 她的敲敲是實心的 後來我就說 真的很不舒服 我還請護理師幫她量一下 耳溫她是有發燒 38度 後來我就幫她抽血 請她照X光 然後她就一擺一擺就走出去了 然後再進來之後 知道完了嗎 進來之後我就看 白血球正常是1萬左右 9千1萬 她說1萬3千多發炎 然後再來就是她X光看起來 真的是滿多大便的 沒有很多氣 但是她一球一球大便滿多的 她說她真的便秘滿厲害的 然後我就說阿姨 你可能是便秘 而且我發燒 發燒便秘可能有些氣勢發炎 大腸發炎 你可能需要住院打抗承素 阿姨說我不要住院 那我打你 那我用蟹藥 那我藥要物治療 我說好吧 那我就給你用大腸鏡 那種蟹藥 最強的蟹藥你就先吃 明天一定要回來 一定要回來看我 後來她講完之後說好 然後她起來 她要起來之後 因為她很能走 我就把她扶起來 她開始大哭你知道嗎 我就知道原來便秘其實 其實如果她很難過的時候 她便秘是可以讓她很不舒服 然後她說以前醫生都沒有在 都不管她覺得這是小事情 只有說有一個醫生 真的把她當作真的是一個大問題 後來她隔天再來的時候 她就用那個蟹藥之後 她真的大便就清掉了 後來再幫她再湊一支血 她的把你覺得就下降了 第二個是年輕女生 當皮膚變得有異常 長痘痘的時候 她就是這個時候才回來看我 因為平常她都從高中的時候 她便秘都習慣了 五六天都沒有大便 但是她那一個年輕女生 她就是說她五六天沒大便 但是她來找我是因為 她開始長痘痘了 她顧到她的美觀問題 她說這個毒素會累積 後來我就給她開解藥給她吃 調整她的飲食 後來她就改善了 陽明大學她有做做研究 她發現說青春痘的患者 有三成五的病人 真的有些腸胃道症狀 包括說便秘 消化不良 而且大部分 八成都是便秘造成的 所以我們這個排便的順暢之後 其實你的皮膚 你的身體 你的精神狀況都會改善 對 絕對不是小問題 那我也分享一個這個 那個排便的這個例子 就是我自己 而且是最近才發生是暑假 我跟我的高中同學 我們一起帶小孩 去南部某個遊樂世界玩 然後我們就是 在那邊都吃得很好餐廳 吃Buffet 然後玩到第三天晚上 她跟我說她半夜 半夜兩點跟我說她胃痛 我們第一個反應是吃壞肚子 可是因為當時同一週我們一起吃 我也沒有事啊 我就說那你有沒有排便 她說她其實一直有便秘的問題 胃刃馬桶 所以她出門的時候 她自己會帶管腸 她自己會去灌 所以我剛剛她說我也有灌 我有灌 所以我也有排便 那想那也不是什麼問題 那為什麼還是痛 我說好吧 那我就先給她吃一點胃藥 可是呢還是沒有效 半個小時她說 越來越痛 越來越痛 我說那我們去掛急診好了 那個計程車開了30分鐘 在計程車上的時候 她就一直痛到 她一直說想吐 我說你要忍著你要忍著 因為我沒有塑膠袋 就再快到急診室三分鐘 她三分鐘前她整個呕吐 後來送到急診之後 那個醫生馬上看她症狀 就OK打止吐 止痛 好 然後呢就跟我們要說 OK應該沒有事就回去了 她也沒有做什麼檢查 她就先這樣 她跟我說她其實胃還是 就整個肚子還是悶悶脹 這樣很不舒服 那我想那還是說再觀察一下 我跟醫生說 能不能讓她再躺一下 再觀察說好 那就讓她躺一下 她打個點滴 你知道她整整躺了兩個小時 她就像生小孩一樣 她就突然這樣一陣腳痛 然後大概腳痛一分鐘之後 她就緩解一下 然後等到五分鐘 她就說我又開始痛起來了 我覺得很像生小孩的症痛 就痛到那個點滴 快打完之後她跟我說 我很想上廁所 我想去排便 我就送她去廁所 我在廁所外聽到 就很像噴射狀的聲音 她這樣一上完出來之後 然後她就跟我說 結果後來出來 因為連急診車 醫師都已經換了一批新的 那醫生 我們醫生在檢查 就是說 我看她這個可能不是胃炎 她應該是肚子一堆素便 沒有排乾淨 那她就說 可是她有冠腸 她說我都冠腸 她說妳冠腸大多少 然後說有啦 她就是大大概 手指小條大個幾條 她說妳吃多少東西 她整天都吃Buffet 大那幾條怎麼夠 累積這麼多天 就是 終於爆發出來 我大學的時候 還有一個綽號叫大肚豬 因為我愛吃甜點 然後妳知道其實女生 吃很多甜點的時候 腹部 就小腹部會很凸 所以那個時候 就會一直被同學笑說 你看妳就是 那個肚子就很大 什麼很像懷孕什麼之類 然後因為我愛吃甜點 水喝得少 然後蔬菜水果吃不多 我很容易便秘跟脹氣 然後後來開始就是便便不順 有一次讓我特別的 就是記得很清楚 我現在還記得就是 一直要記住那個感覺 以後再也不能再翻 就是那一次 我三天沒有上廁所 然後到第三天的時候 肚子已經在咕嚕咕嚕叫 可是上不出來 你蹲在馬桶上面的時候 你就很痛苦很痛苦 因為她感覺出了一個頭 可是快要冒出來了 但是又下不來 然後你就會覺得 一直想把它撐破 結果後來就流血了 我那天在馬桶上 就蹲了二十分鐘 上不出來 只上了一小顆 然後我那時候就痛到 也是滿臉脹紅 然後跟我自己講說 求求妳老天爺 笨回到上廁 我才會被我撐死 所以我後來 如果妳那天有上到一整條 心情很好 對 我後來整個上出來的時候 當然後來先一條 然後再滑啦滑啦滑啦 妳知道嗎 大便也可以讓妳心情很好 如果大了很多 妳會覺得 哇 整天順暢了之後 就告訴我自己 弄兩坨像小綿羊 很痛苦 就告訴我自己說 我再也不可以這樣 可是 我後來還是會吃甜食 但有一次我真的 就是非常的記得 其實是以前有一個醫師 叫林杰良醫師 我們那時候也是常常 跟他有交流 他就跟我們講說 有一次他有一個病人 然後大腸癌 也是很 他就問他老婆說 他說他都不吃甜點 那他到底吃了些什麼 他老婆說 哪有不吃甜點啊 愛吃那個大餅 婚禮裡面那種 大餅傳統的那種 有芝麻那種 他說他好愛吃 豬油餅啊 都要吃 然後醫生就說 就是 因為那種甜食 就會很容易造成你得大腸癌 我有個朋友 也是因為要 每天喝手搖杯 是很多很多的甜食 都要全糖的 然後 後來是大腸癌走了 前兩年走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被身邊的人嚇到說 我真的不能再這樣飲食習慣跟生活習慣下去 有警惕到 警惕到 所以才改變 我跟大家講一個陰道 陰道變頸 然後他變成石頭的樣子的狀況 陰道變頸 對 就是呢 他來的時候就是 肚子很脹嘛 那我們婦科都要幫病人做內診 要做檢查 內診的目的是要看一下子宮啊 陰道卵巢的狀況 結果他一內診進去就是 要大家知道嘛 陰道是前臂跟後臂 他的前臂上面是膀胱 那後臂下面其實就是職場 職場裡面就是 就是大便 那我們內診進去之後發現 那個感覺很奇怪 就是一顆一顆一顆 都是陰陰的在陰道的後臂上面 那個感覺跟我們在走那個公園 那個健康步道有沒有 一顆一顆那種石頭 其實是一樣的 那後來就看一看就覺得 這個應該就是便秘 然後就問他說 到底是多久才大便一次 他說都是一個月才大一次 而且很多女生 因為他們都是月經來的時候 才會排便會比較順 但是因為荷爾蒙的關係 所以他們通常都是抓那個時間在大便 那大便出來的大便就是 一顆一顆像石頭一樣硬硬的 一次也沒有很多 整個肚子就是很髒 所以後來還是要到腸胃科去做處理 就是有一個女同事啊 她其實在工作這幾年 肚子一年比一年大 但是她其實的食量都蠻少 而且飲食非常的均衡 她就想說會不會是我的代謝慢慢的變低了 所以我才會肚子越來越大 所以她就決定下班後要好好的運動減肥 可是她運動了大概半年以後 肚子還是越來越大 然後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結果有一天呢 她就肚子痛到在地上打滾 沒有辦法上班 然後緊急送急診之後 發現就是剛剛大家提到的 就是滿肚子大便 然後她就說其實她真的是也有便秘的問題 但是就不敢去就醫 覺得很丟臉 沒想到更丟臉到 要這樣子送到自己醫院的急診 然後被同事們都看到 之後她就是 蘇編排出了大概五六公斤 然後整個人又收了 多少五六公斤 五六公斤啊 很多人都覺得自己Pure了起來 深型技巧耶 歡迎收看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女性相當重視外表 但你知道內在健康也很重要嗎 今天的好辣醫師團就要來揭露 女性們要注意哪些潛在危機 三位女性藝人朋友們 又遇過哪些恐怖危機呢 手女們常常重視外在的美麗 卻常忽略了內在的保養 我們常常講 現在的醫美太發達了 所以有時候這個人看起來六十幾歲 你臉弄得像二十幾歲 可是當他介紹起立的時候 都會變這樣 所以內在保養很重要 手女們小心 哪些健康危機呢 來看一下 內分泌的危機 甲狀腺問題 還會致死 我們的甲狀腺問題 在台灣還有很多 其實世界都是這樣 就是很容易不小心被輕忽 因為它可以表現得很像其他的問題 那甲狀腺問題在 在懷孕這個階段的話 也會常常發生 而且有時候是因為 你身體出了另外一個毛病 然後引發了甲狀腺的問題 就是有一個四歲的女生 她懷孕大概是二十幾週的時候 她突然就覺得會喘 然後心跳很快 那她沒有什麼特殊的病史 在懷孕的時候 她只有唯一就是血壓比較高 那沒有蛋白尿 那我們通常血壓高有蛋白尿 就怕止嫌前症 因為懷孕有很多一些很可怕的東西 要去注意 結果她來就是喘 那她喘得太厲害 而且她的血氧 我們怎麼用氧氣都沒有辦法 給她沖上來 然後她肺裡面天涯都是水 後來我們就沒有辦法 因為她已經快要昏迷 我們就直接給她插管 然後在家人的同意下 幫她照了X光 就是可以用纖綁去擋住寶寶 其實在這個時候 懷孕後期照X光 其實對寶寶的傷害並不大 那但是我們還是用個纖綁擋住 那照了就發現 她心臟非常大 然後肺積水 而且她抽血發現她肝指數也很高 那高血壓肝指數又高 又急性的心臟衰竭肺積水 那時候覺得她可能就是指先天生 所以在插完管之後 就直接把孩子生出來了 然後生出來之後 小朋友也是插管 然後就住在新生的家或病房 幾週了 那個時候她二十幾週 然後小朋友只有1800 對 早產 對 早產 但是小朋友還好也很穩定 然後後來小朋友就 穩定了之後就是慢慢的照顧 看起來也是蠻健康的 都符合一些里程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婦人她就插了管了 拔掉了 但是她的心跳還是很快 血壓還是很高 然後她還是會覺得喘 這個時候她已經轉到 普通病房的時候 才覺得奇怪 如果說真的是跟子嫌前症有關 或者是跟懷孕有關 通常我們把孩子生下來之後 這些問題應該就會消失 但是她沒有消失啊 所以那時候就再重新再驗了一次 甲狀腺肌能 就發現她的甲狀肌能是超高的 所以她原來 從頭到尾都被誤會了 她其實是 甲狀腺肌能抗禁 不是指顛前症 不是 甲狀腺肌能抗禁的病人會 心跳跳太快 會心臟衰竭 所以她就是急性的心臟衰竭 也肺水腫 所以那時候我們被插管 但是她其實原來就是 甲狀腺的問題 不過還好母親 孩子都安全 都健康的 她其實叫做 因為上面我們叫做 甲狀腺風暴 就是抗禁道很嚴重 產生多重器官的衰竭 那其實這種叫做 甲狀腺風暴 通常會影響到 三到四個器官 這樣就是意識不清楚 會有癲癲的發現 或是心跳 心臟衰竭 或肺水腫的問題 還有就是剛剛講的 沒有辦法解釋的 肝臟功能上升 這是很嚴重的 但這樣會誤判為指顛前症 會 常常會誤判為這個 可是觀眾不太懂 什麼叫指顛前症 會癲癲就對了 指顛前症的話 它其實就是 懷孕期的高血壓 然後合併蛋白尿 主要是這兩個東西 指顛前症的話 母親孩子都會受到生命危險 甚至有時候 兩個都救不回來 對 所以指顛前症是 我們最怕的東西 又很常見 據統計來講 我們台灣大概有 男女比例呢 大概是1比4左右 有女生 女生比較多 主要是因為 甲狀腺的器官上面 有一個女性荷爾蒙的受器 所以它會刺激 因為我們甲狀腺 容易在女生身上發現 我這裡 這邊其實有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30歲的女生 她本身就是甲狀腺抗菌 我們知道這種甲狀腺抗菌 通常都是沒辦法治療好 但是可以控制 控制就是說 你可能就是吃藥 然後就會沒有什麼症狀 那當然她從10幾歲開始 就知道有這個甲狀腺抗菌 那她也沒有很 按時間的規則服用藥 可是剛好那個時候是冬天 然後剛好是她得流感 那她就是去看我們的 這個一般的診所 那當然她 診所醫師聽到 她兩邊的肺部 就是有一點彈音 覺得她有彈比較多 要給她一點 氣管擴張劑 然後給她吃 那甲狀腺抗菌的人 假設她本身沒有在治療 她心跳可能都是在 90下到110左右 所以其實就是感覺跳很快 可是她自己也不會不舒服 因為她已經很能夠習慣了 對 那吃了氣管擴張劑之後 然後在診所又噴那個氣管擴張劑 她心跳跳更快 心跳跳到140 結果我們心跳跳很快 就沒辦法 把我們的血打到我們的腦部 她那時候就當下就 覺得頭昏眩 倒下去 然後就趕快送到這個急診 當下都不曉得 因為診所醫師也不曉得 她有甲狀腺抗菌 她還沒有跟診所醫師講 所以診所醫師就會把她開這個 治療感擴張劑是很危險的事情 那後來問她的爸爸媽媽 到場之後才問她說 原來她有甲狀腺抗菌在治療 才趕快做這個甲狀腺的治療 那一般如果發現 你會做怎麼樣變相的治療 是 一般講就是說 其實甲狀腺抗菌只能控制 所以一般我們會給一些藥物 讓她的心跳都緩和 降低一些 重點是還要 飲食上面來講 是要不要吃所謂寒點的 高點的物質 我們這邊有收過一個 是28歲的女生 她是為了要婚禮減肥 因為怕人家看到婚紗照跟 本人差太多 所以真的有很多 我們常常在做這種 救活的這種動作 然後她來減肥的時候 其實我們當初是很想要 把她當成砍棒 因為她一個月內 就瘦了五六公斤 然後我們就想想說 成效怎麼那麼好 她就說 對啊 因為你們教得很好 營養師又幫我搭配得很好 所以我只要 好好的按照這個步驟做 都可以瘦得很好 我們就說太好了繼續加油 可是到第二個月之後 她大概瘦了快要15公斤 總共 然後我們想說 這樣好像有點不對 就問她說 你到底有沒有吃飯 是不是為了要趁順追擊 然後就這樣 她本身來之前是163公分 70公斤 所以瘦到15 其實好像也還可以 但是 因為她實在瘦太快了 我們就很擔心 然後在跟她對話的過程 發現她一直在顫抖 我們就說 你是不是真的沒有吃 太餓了 她說沒有啊 我最近都是這樣 然後開始有點燥熱煩燥 然後我們就覺得 有一點點怪怪的 然後再看她的動作 都會有一點輕微的抖 然後講話也是 輕微的抖 然後我們就想說 有可能會是精神疾患 太焦慮了 但也有可能是內分泌的問題 就強烈建議她轉診 然後加一顆去一探究竟 結果去抽血壓檢查發現 她是 對 根本不是我們的成效很好 對 因為她就說 因為她也不想吃 所以就乾脆不吃 所以根本就是二瘦 然後再加上又有 假裝性抗進 剛剛她準備婚禮的時候 壓力實在太大了 輕友都不斷的指責她的身材 所以她開始失眠 然後有一些狀況在 所以引發了這個狀況 所以身體是協調性不夠 會變成產生的狀況 對… 後來就是透過藥物 再加上營養調整 她最後還是很圓滿的辦了婚禮 其實我這邊自己有幾個案例 是國小的小學生 就是像剛剛彥均講的 就是小學生 他在學校都被老師罵說 怎麼都 沒辦法好好的坐著上課 然後上課都會跟同學講話 然後老師就覺得 他是不是 然後叫他來給那 過動科的老師來看 結果老師看他覺得不太對勁 這好像整天都像 這個我們所謂的 躁動 這個很躁動 然後像電池都是用不完 後來才發現 原來他是假裝先抗禁的小朋友 經過這藥物治療之後才發現 他整個情緒都緩和下來 然後都可以認真 在書本上面 然後成績從最後面變第一名 因為如果不去 沒有發現不去治療他 他會走向什麼樣的 可能就被 會一直照動 對 他會一直照動 這樣我們小學生 你會治癒嗎 通常沒有辦法治癒 但是可以 藥物治療大概六個月到 一年半左右可以停藥 我是在很多年前那個 新聞工作的時候 就有一段時間非常奇怪 一直餓 一直餓 然後一次可以吃兩個便當 重點是一個小時之後 又餓了 而且怎麼吃都吃不飽 然後回家人體重 怎麼體這樣還變輕 很可愛 對 很可愛 很可愛 怎麼結婚到的 這是什麼症狀 它現在 可以傳染給我嗎 然後那時候沒有想到說 是跟什麼疾病有關聯 就覺得說 會不會是太緊張了 而且晚上會覺得很燥熱 睡不著 就覺得可能是那一陣子 壓力比較大 因為出國採訪 然後又要播新聞 就不理他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呢 是因為跟朋友出去吃飯 我就拿那個茶杯 我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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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說你怎麼了 所以是早年的 帕金森氏症 我說我這麼年輕 應該不可能得這個症狀 他們就說 你最近臉都凹了人 都瘦了一圈 我就說應該就是太緊張吧 然後也不理他 那第三次比較嚴重的 就真的是在主播台上發作了 而且發作的時候自己不知道 然後就覺得喘不過起來 然後一撥完整個背都濕了 重點是你很喘 你還要很穩的 把這個新聞給撥完 一下主播台呢 然後去了化妝間 那個穿短裙的那個腿 整個都是浮腫的 是那種一壓 還沒有辦法浮起來的那種 然後那時候化妝師說 你趕緊去掛急診 趕緊去檢查 我那時候還想說 沒有時間 因為太忙了 還是就睡個幾天應該就好了 可能太累 可是我一站起來 又覺得有點頭暈又喘 我想說好吧那去掛個急診 結果一掛急診 醫師插了心電圖 然後做了很多檢查 抽假裝性指數 一抽發現比平常人多了 高標很多 而且測我的心跳 我當時的心跳是 那不就是我在跑步機上 對啊 邊跑邊跑 然後我還要邊播新聞的那個狀態 所以我才會那麼那麼的喘 然後他就問我說 最近是不是生活緊張啊 我就說可能壓力比較大 另外呢 他說家人有沒有這樣的疾病 我就說喔 欸我媽媽 早年的時候 她有甲狀腺抗進 而且有那個脖子腫的狀況 開刀把它拆除了 那我就問醫生說 那除了脖子腫起來 還會有什麼症狀嗎 因為感覺女生好像不介意 會瘦這件事情 她是說妳再不治療 眼睛會凸 你的外型會改變 我已經欣賞脖子會腫 眼睛會腫 講過美觀就不行了 然後妳就想看 我要什麼治療 我馬上去接受治療 隔天趕快就請了家 安排門診 每天要服一顆藥丸 然後呢 我記得是每天吃一顆一顆 然後我一直服到 服用到就是變了半顆 變了四分之一 像長多多長 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而且是妳每三個月 要去抽血的追蹤 一開始是一個月 然後三個月 然後半年 然後一年等到很穩定了 就可以停藥 那一直長時間的追蹤都沒事 甲狀腺抗菌的女生 大概中期一生有 所以也不要太高興真的 對 可是如果心情輕鬆 不要去想要 你現在這樣一講 她壓力就大了 不要這麼悲觀 甲狀腺復發的兩個高峰期 就是剛剛講的就是 像社會新鮮人 剛出社會的時候 那再來就是說像 遇到人生面臨的大事情 像結婚啊 生小孩的事情 或者重大感情創傷 對 那另外一個時間點就是 你好方的時事 已經過了 現在唯一一個時間點就是 可能更年期前後 就是會比較有可能會復發的事情 所以我是生完小孩 而且生完第二胎 因為我都有定期在做全身健康檢查 生完第二胎好了 就是也恢復了修復好了 大概隔了差不多 將近半年 我就去做身體檢查 然後後來呢 就是看報告的時候 醫生說 他說我們照的時候有結節 他說不過看起來是良性的 但是你還是要去做一個 他說追蹤跟深入的檢查 他說因為你的甲狀性T3 有一點點偏高 所以我就到門診去畫號 然後醫生也就是 在照超音波看 他說也是良性 他說就是和平相處 然後我說那指數 我需要吃藥嗎 他說那你覺得你需要吃藥嗎 他說你有不舒服嗎 我說沒有啊 他說既然沒有不舒服 我覺得你可以跟他和平相處 他說那就維持這個狀態 他說你的生活作息做好 那我說要注意什麼 他說 然後最後問他說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生完孩子 荷爾蒙的變化嗎 他說你一定要我說得很白嗎 他說就是 其實醫師不會 說實在醫師 你要他給你百分百 肯定答案是由你為 他說有太多的因素 他沒有辦法就是單一的去檢視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做解答 結果最後我想說 和平相處 那我有一直在中醫調理的習慣 後來我就去我中醫那邊 把這個症狀講給他聽 他就把脈 他就說其實還好 他說其實你的指數標高 也沒有太高 所以他說我們調理看看 結果後來再調理半年 然後再去追蹤的時候 完全恢復症狀 之前就是遇過一個二十幾歲的女生 滿年輕的 那他那天被送到急診來是說 家屬就說他那天在家裡跟他們吵架 大吵了架之後就過度還期 然後一直在冒汗很激動這樣 就把他帶到急診來 那因為他們家有親戚有一些精神方面的病史 可能類似 他爸爸就一直說他會不會躁鬱症發作 你這個要不要把它關起來怎麼樣 可是一看就覺得那女生其實看起來 沒有那種躁鬱症發作的樣子 滿平靜的 那仔細去問了一些他關於躁鬱症診斷的問題 好像也都沒有那些狀況 但一看就覺得他的外型不太對勁 就是剛剛講的那種 脖子稍微有一點腫 眼睛有一點凸凸的 然後確實整個人就是一直在發抖 心跳也都滿快 那就問他說你最近這幾個月 有沒有就是出現一些類似 體重減輕啊 一直冒汗什麼的情況 他說有耶 可是他也沒有刻意在減肥 但因為女生嘛 就是想說變瘦 這麼剛好 他覺得很開心 所以也沒有特別注意 對 所以後來才發現 其實他其實是甲狀腺肌能抗進 並不是爸爸以為什麼 躁鬱症發作之類的 那另一個個案其實跟田醫師 剛剛分享的那個酒 還滿像的就是也是一個孕婦 不過他週數比較小 就是十幾週剛過 然後被送到急診來的原因 是家屬說他大概一個星期前 就是有類似感冒的症狀 那也是先去家裡附近的診所 看醫生 有拿了一些藥吃 有跟醫生說他是孕婦這樣子 可是回去之後 吃藥感覺改善有限 而且這兩天開始出現那種 就是一直在發燒 38或39度 然後都退不下來的情況 那再加上他就是 一直呼吸越來越喘 然後意識看起來 越來越不對勁 然後又吐又拉這樣 家屬就覺得這樣不行 一定要趕快送去急診檢查 可能還要打點滴什麼的 後來就是檢查之後發現 他那個肺部其實都已經 就是有水腫 然後心跳真的很快 新鮮圖抓下去 出來的那個心跳 就大概150幾下 然後就是也是一直 就持續高燒不退 那時候有閃過說 會不會是可能 甲狀腺風暴的問題 就問家屬 他說好像之前沒有聽他說 有甲狀腺的問題 但是確實這個孕婦 他們家裡面就是媽媽 是之前是甲狀腺肌能抗靜的病人 沒有錯 那後來還好就是 有趕快緊急做處置 不過那時候就是小孩 其實已經 就太鼠腹中了啦 還蠻可惜的 不過還好就是有 及早把媽媽救回來這樣 他其實就是因為 懷孕初期的有一些生理變化 跟甲狀腺肌能抗靜的那個症狀 會有一點點類似 所以在初期的時候 他可能其實懷孕已經引發了 他這個甲狀腺肌能抗靜的狀況 可是他沒有發現 所以也沒有服藥治療 但是因為懷孕加上感染 然後壓力這些 其實都會造成說 甲狀腺肌能抗靜 變成比較嚴重的甲狀腺瘋 其實有個案例就是 也是一個女性 其實你還發現 甲狀腺健康的確是女性比較多 很少聽到男生會有 他就是有朋友跟他介紹說 某一個保健食品 就是早定 還早的早 早定很好啊 調整酸肩體質啊 調整代謝等等 就是兩顏美容等等 就說著天花亂墜 就希望他能買 後來他就聽聽覺得 好像還不錯 他就短時間吃了非常非常多 他因為你也知道 他要賣給他 就希望他多吃一點 一天可能五顆 他建議他說 你吃十顆吧 那也不錯 他就照這樣子吃 照三餐吃 結果吃了一陣子的時候 他就發現 就剛才講的症狀很多 包括倒汗 坐著的時候看電視 他的心跳像是在半跑的心跳 然後他一開始也都不以為 講說可能那個保健食品 發揮他功能了 讓他變得比較瘦啊 比較容易流汗 代謝比較好等等 後來也是 有一次出去吃飯的時候 朋友跟他講說 你怎麼眼睛有點凸 他才擔心 想說外表 女生都很擔心外表 想說為什麼眼睛會凸 然後脖子開始變得比較大 然後後來他才去檢查 發現他真的是非常嚴重的 假狀腺機能抗進 醫生有說 有問他說最近有吃些什麼等等 他就說他有帶那個藻錠去給他 當然醫生有說 你的這個問題不見得 一定是跟這個有關 可能在你吃這個之前 你就有一些 假狀腺機能的問題 但是他可能是壓倒駱駝 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你可能短時間吃這麼 富含有點的這個保健食品 導致引發這個很激烈的 這個假狀腺機能抗進 所以他後來 其實他比較倒楣的是 他眼睛後來突到 他必須要手術才能把它 而且還不能完全回去 只能稍微的微調 所以這個其實是影響一輩子 因為眼睛太出來了對不對 對 他突出太出來了 所以其實他 他一開始是用眼鏡遮 然後後來遮也遮不太出 後來就跟醫生討論說 決定動手術 然後動手術 醫生有跟他講 不可能百分之百 他為什麼要動手術你知道嗎 因為他太出來 會造成很多生活上的問題 對 他說他睡覺眼睛都不太起來 他都要點那個淚液 因為他說眼睛會非常 因為我們的眼皮 他蓋不住了 蓋不住 所以就變成說他其實 除了外表之外 他的生活也受到影響 所以他後來就用手術 但是當然有比較好一點 但是真的沒有辦法 回到他原本的樣子 所以其實不是說一定是吃早丁 會造成這個原因 但是的確你短時間 如果大量吃這些 含有點的東西 也許他就是一個誘因 所以包括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負含有點的這些保健食品 還有就是 這些其實都會建議 就是如果你本身 醫生有建議你說 不要吃太多含點的食物 這些都要盡量比 來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段 手女動靈危機 當心關節骨頭海撩撩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個案 就是30歲的上班族女生 她在28歲的時候下定決心 每天要在上班前 所以她就想說 好 我一定要好好的來鍛鍊自己 結果跑了這兩年下來 她也參加了各種比賽 覺得她的身心都非常的強壯堅韌 很好的在被鍛鍊當中 但是漸漸了她就發現 她的膝蓋好像越來越疼痛 而且天氣變化的時候 也會覺得有點痠痠痛痛的 甚至最後還有 然後上下樓梯也會不方便 甚至走路的時候 會啪啪啪這樣 然後她就覺得這樣不行 那其實她在跑步的時候 已經有出現一點點症狀 就是會痛 可是她就是吃止痛藥跟帶護膝 就是想說沒關係 我還是要持續的鍛鍊我的心智 所以就是繼續的在跑 後來真的是上下樓梯出現很大的問題 之後就來復健科看 發現是 對 其實我們又在檢查 發現她的生活習慣 其實她上班的時候都是 那久坐的姿勢也不對 可能會 會就是我們常講的 翹二郎腿啊 或者是有一些駝背的狀況啊 因為這個病骨骨骨疼痛症候群 跟我們的骨盆的位置很有關係 然後膝蓋的位置也很有關係 再來腳踝 如果有扁平足的話 更容易會這樣 這些再加上肌力沒有好好的訓練 就會造成這個結果 那她很奇怪 她就覺得我超冤的 我每天都乘跑六公里 到底哪裡沒有斷練功 但她就是跑得過頭了 訓練過度之外也沒有好好休息 再來是她跑的姿勢 基本上是不對的 不對的 其實我們女生過了35歲 每年的股量會減少0.5到1% 流失掉了 對 沒有錯 所以你如果不提早儲存這個股本的話 大概50歲的時候就會減少到 可是股本很難儲存啊 它可能就會降低到15% 那這有可能會有造成骨折的風險 就像我一個病患 大概40多歲一個女性 她跟朋友出去玩 她們決定去騎腳踏車 過程中上波 因為她騎不上去沒有力 她就左腳去要停下來去蹭地 結果蹭地完 因為地不穩 所以她就扭了一下 就扭一下就聽到骨頭 啪 一聲骨 就整個跌下來造成非常疼痛 那後來送到我們醫院來 我幫她造一雙片 發現是一個遠端的 好可怕 其實講到這而已 對啊 因為通常要造成兩根骨頭斷掉 是非常不容易的 通常一 撞擊力很大 或者是扭力非常大 那第二就要懷疑 是不是有骨質疏鬆 造成蜜不可能沒有那麼好 對 確實沒有錯 她今天問我說 勞醫師為什麼我太太 只是稍微扭一下 就斷得這麼嚴重 那我就問她說 請問你太太停經了嗎 她就說 勞醫師你是骨科醫師了 你為什麼問我這個問題 那太太就回答我說 大概五年前就停經了 那也沒有什麼症狀 所以沒有做任何的處理 後來我就幫她驗骨密度 確實她的骨密度是在-3.0 -3 那我們知道-2.5就是骨質疏鬆了 所以-3.0是 我們統計上發現說 在研究跟文件上 其實停經後的婦女 她在前六年 停經了前六年 她的骨密度會流失 迅速會流失三分之一 所以停經後的婦女 要非常注意 就是骨質疏鬆症 那因為她沒有什麼症狀 所以她另外一個名稱是 隱形殺手 一直要到你有骨折了 才發現你有這個問題 那我想請問醫生 因為人家說懷孕生子 那個骨質密度會急速的下降 因為就是我發現 就是生完小孩之後 那個骨頭問題一堆 比如說幫小寶寶弄一些東西 這邊就卡住了 然後或者一直抱寶寶 這邊就發炎了 重點是 就是這段時間處理完之後 就發現接下來穿高跟鞋 穿一陣子開始 膝關節疼痛 關節會就是膝蓋會卡卡的 可是這是懷孕生子前 都沒有發生的事情 然後人家說要補充鈣質 我早晚一杯牛奶 那這樣子還需要 額外補充一些鈣片嗎 剛剛所謂的古本 我們還是要補充鈣跟維他命D 那鈣我們通常的建議 都還是至少 1000到1200毫克 每天 那維他命D的話 至少800到1000 所以變成早晚一杯牛奶 是不夠的是這樣嗎 要看你牛奶的 含鈣的成分 要加低的 再另外很重要就是 因為你皮膚白質是這樣 你都不曬太陽 對 一定要曬太陽 因為曬太陽 才把維他命D可以活化 好 骨質之中 基本上可以有 三個可以自我檢測的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身高跟之前比 已經少了三公分 那就要懷疑 或者說你每年慢慢的變矮 那也是要懷疑 另外就是 在圖片上你可以看到 你如果靠著牆壁 你的後腦跟牆壁離開三公分 大概也要懷疑 因為你開始駝背了 但是我們一定會 因為沒有人會真實報身高 都謊報 我也都謊報 我媽都看上面有謊報 都報164 可是像我先生就破百 就是百分之百 他的密度是over 是很少 就是檢查的時候 醫生說你是破表 很少看到 他是健康寶寶 真的 而且他不用生小孩 對 真的 可是我跟你講 我的骨本也很好 因為我就是都有在吃什麼 我算是三餐都很豐盛 然後我也有曬太陽 看得出來 對 我也有曬太陽 然後我也沒有生小孩 那我就是 身體其實是很規律 可是我的骨頭卻出問題 因為我前陣子 像去年 我都是在 就是各個那種路跑活動 我都會參加 去年我就挑戰了那個 人生中的第一個半 21公里的馬拉松 21公里 對我就跑完了 可是那時候在練習的時候 我就有發現 我這邊的骨頭 就是你往下踩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就是會有一個聲音 然後它會痛 後來就是跑著跑著 我都必須要靠這個東西 這好像是 就是你要把它 把它固定住 你要把它這樣子綁著 而且它綁得很用力 要撐住它 對 你要support 就是你要把這個地方 壓得很緊 你跑的時候才不會痛 然後我跑21公里的時候 我是從頭到尾 我兩隻腳都要綁著 本來是一隻腳 後來漸漸漸漸漸 因為你要練跑 21公里 這中間 我就變成兩隻腳 我都要綁著 我才有辦法 跑完那個21公里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之後有一個節目 是鐵人三項 想要找我去參加 然後我就去看醫生 他就是要等醫生評估 後來醫生幫我照了S光之後 發現我兩個 就是上下兩個膝蓋骨 尤其是左腳 它中間的肩距 變得比較窄 然後醫生就不建議說 我去參加馬拉松 他說你去 那就是一直在摸 對 他說你是有辦法完成鐵人三項 可是你在訓練的過程中 因為你要一直練跑 一直練跑 他說一定會對你的膝蓋 造成傷 他說好像是什麼冰骨 怎麼樣怎麼樣 會一直磨掉 對 其實剛剛那個是所謂的 冰骨韌代發炎 大部分冰骨韌代發炎 就是因為我們長期要做個 伸直跟彎曲的動作 就像跑步 為什麼會發炎 是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大腿肌力不足 造成我們的韌代 不管是前後時韌代 冰骨韌代 還有側腹韌代 不夠力 不夠力的時候 那個就會發炎 所以你只要大腿肌力訓練夠的話 這個就比較不會 所以其實文獻上也有講說 其實我們看那些長跑 慢跑的人 選手 他其實膝蓋都沒有退化 為什麼 因為他肌力夠 所以老師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喜歡跑 不要把肌肉群斷練肌肉 沒有錯 沒有錯 我分享一個也是一樣 跟謝希一樣 但是他是跑50公里 然後50公里的路跑 那種慈善活動 結果他跑完了之後 他開始左邊的膝蓋 非常非常痛 那幾個禮拜就是去做針灸 去找中醫西 全部最後還抽了關節液 還是沒有改善 後來就來到急診 來到急診看起來 他真的是 骨頭是真的沒有事 但是他的膝蓋跟大腿 就是劇烈的疼痛 那他其實就是 剛剛黃老師講的 病骨 腹骨 疼痛症候群 那後來再回去他的病 因為他很奇怪 就只有左邊痛 那所以就回去問說 他25歲的時候 他的右邊的膝蓋是 有受傷 然後開過刀 那他是那個前十字韌彈 結果醫生就回來說 你要回來復診喔 你還要再做一些復健的動作 結果他就不去理醫生 但他把那件事情放在心裡面 所以25歲之後的每一天 他都知道他的右膝蓋 沒有去覆診 沒有聽話 所以他都把力量放在左邊 所以他的左腳就一直 一直過度的使用 然後在那個50公里的 運動傷害之後 造成左腳的那個受傷 受損這樣 後來就重新讓他回去骨科 然後讓他去練習 你怎麼樣用兩腳好好的走路 怎麼樣不要過度的使用這樣 那像我也是在生完的時候 我也發現說 我如果爬樓梯是OK 我如果下樓梯 我的膝蓋也是會很痛 那我也是一樣 我本來喜歡慢跑的 我現在也是改成用快走 因為快走的話 那個膝蓋承受的力量比較小 對 那其實剛剛回答齊薇的一個問題 就一天到底喝幾杯牛奶 算是夠的 其實衛福部建議我們國人 一天就是喝一到兩杯 一杯如果250cc的時候 就有250毫克的鈣 所以等於1cc有1毫克的鈣 那很多人說 那我就一天 剛剛勞醫師不是講說 要1000到1200 那我就喝1200cc的牛奶 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補鈣的同時 如果你的飲食是像剛剛謝忻講的 大魚大肉 然後三餐都吃得很豐盛 甚至都外食重口味的話 其實你反而 也就是所謂的 蛋白質攝取過多 鹽分攝取過多的同時 其實你大量的鈣 會從你的尿液中代謝掉 所以這時候你補再多的鈣進來 身體沒有利用掉 全部都流失掉 而且營養師一直鼓勵大家 是靠食補來補鈣 對 沒錯 其實在補鈣的同時 你其他蛋白質跟你的口味 就是鹽分調味料的使用 你也要拿捏好 你不能說那我喝牛奶 因為牛奶本身也是一個 高蛋白質的飲品 如果你把牛奶當水喝 你會覺得好像補了很多鈣 但是你相對補了更多的蛋白質 對 其實反而會讓這些鈣 都流失掉了 像之前就有一個例子 有一個更年期的一個婦女 她其實本身的一個相關的一些知識 還蠻清楚 她知道說更年期之後 骨鈣大量的流失 所以其實她那時候 就已經知道自己的骨質密度是負一 她其實就很擔心想說 哇 那更年期了 它是不是會不斷的流失掉 後來她就的確她覺得說 反正牛奶是鈣很好的來源 我就每天牛奶當水喝 三餐喝 她一天曾經有喝過 一天最多喝到2000cc的牛奶 結果後來喝了一陣子之後 有一次正好他們社區在做這種 定期的這種簡單的見解 她想說不然我去複檢一下 我的骨質密度好了 結果後來沒想到一側變成-2.5 所以其實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在補鈣 其實像牛奶 小魚乾 黑芝麻 深綠色蔬菜 或者是你要補充保健食品 像鈣片加維生素D都OK 但是你在補的同時 如果你大魚大肉 蛋白質攝取過多 然後調味料 鹽分攝取過多 其實你這樣子補的 其實等於沒有補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其實懷孕對於鈣的流失 其實沒有顯像中這麼可怕 我怕齊薇這樣講 謝忻更不敢生 其實應該是說 懷孕的婦女很多人都會覺得 懷孕她要補鈣 但是其實懷孕的過程中 我們的鈣跟一般人 需求量是一樣的 孕婦的鈣沒有特別多 為什麼醫生要叫我補鈣 因為我們一般人鈣都攝取不足 在懷孕的過程中 小朋友會去搶鈣 所以你鈣不足的狀況會更明顯 可能包括像抽筋等等的情況 所以醫生會建議說 那你要額外補鈣 平常其實我們就已經缺鈣 80%的成員都缺鈣 那你在懷孕的過程中 缺鈣的症狀會更明顯 所以你才要去補 而不是說你懷孕的時候 好像鈣需要特別多 其實是沒有的 之前在急診遇到一個 大概40出頭歲的女生 很漂亮 就跟我們在場幾位女生一樣 然後就是眼妝畫得很美 戴一個帽子跟口罩一路咳咳咳 然後抱著胸口這樣咳進來 他就說他感冒大概一個月了 那一開始的一些症狀 其實都好了 但就剩下這個咳嗽 一直咳一直咳 每天就是劇烈咳停不下來 他就說醫師 咳到我的左邊胸口這邊好痛 他就說 我會不會是骨折啊 我就說咳 咳嗽咳到骨折 你這個年紀應該不太可能 頂多有一些老人家骨質疏鬆 也許有機會 那我就跟他解釋說 你可能是一些支氣管發炎 或者是一些肋膜之類的 所以會造成那種疼痛 但總之就是要去照X光嘛 結果照完回來一看 他還真的就是 這邊的肋骨有一個 新的那個裂痕這樣子 對 那就覺得很驚訝 後來一問之下他就說 因為他本身是在做 一些時尚的產業啦 所以對於體態的要求很高 所以就是嚴格控制體重 然後一直都在減肥這樣子 那營養攝取也不太夠 那又不能曬太陽 就是都要美白什麼的 然後又抽菸 又喝咖啡 所以所有骨鬆的那些 就是危險因子他都有了 40歲就咳嗽咳到 就真的肋骨斷掉 對 然後你咳就比較離譜 我們還玩遊戲玩 然後壓後人家就起來說 我這裡有點痛 照結果斷掉 對 呼吸困啊 那你是模特兒 腰都很細了 對 臉大概跟棋味一樣 那麼蒼白 滾一滾說什麼去照X光 已經斷掉了 我真的假的 真的啊 的確現在很多 那種上班的OL 你會發現他可能 稍微一不注意就骨折了 對 不曬太陽 然後咖啡 喝咖啡喝太多 運動 對 你真的要多曬太陽 你要不要來上我們節目 我有曬喔 陪兒子玩 好 那今天來教大家 一個運動可以增加股本 對 我們這運動的前提 就是你的營養跟作息 各方面完全都要顧好 再來加上運動才會有效 是 而且其實30歲啊 才是純骨本的 之前是純骨本的時機 那我不用了 來不及了 要是 更需要做 因為骨質如果輸中的話很麻煩 那其實任何運動都可以 跑步啊 快走 游泳 打球都可以 但是我們是希望可以多做 在家也可以做 所以先從深蹲開始練起 可是如果深蹲的話 我們會希望 不能超過嗎 對 膝蓋呢 可以跟腳尖的方向是一樣的 因為有些人會比較內蹲 他一定要注意把他的膝蓋 先彎到前面 彎到同一個方向之後再往下蹲 才不會造成剛剛我們提到的 病骨鼓鼓疼痛症候群 那如果深蹲是OK 大家覺得 我這強度真的沒什麼的話 我們就 這樣 那我們這個呢 就是一天做3到4組 一次跳大概10到15下 這樣不會傷膝蓋 這一切都是萬事俱備的前提 就覺得 我真的需要再多加一點 對 所以像運動的話 剛剛有提到都可以做 可是如果有一點負重的 會比較好 所以像上半身 全身性的運動 盡量都要去做 對 有人深蹲也會加一個 20公斤的這個身體 對 那真的比較專業 對 前面需要很多練習 但千萬不要擠 要循序漸進 就是要增加肌力 對 像上半身 大家平常 就可以提一點重物 然後或是拉單槓 跟妳講 沒有 這是我媽媽 我們可能是扛很多 是抱小孩 對 就有時候不是掛在這裡而已 是妳真的讓她拿 她手指 對 因為也有人很多骨子中 骨頭在手指 手指 對 她沒有沉重 沒有讓她練那個骨 沒有抓力 對 對不對 謝謝 我們她完全沒有抓力 要有自己的抓力 對 這個要抓力也要練習 對 來 謝謝 好 接下來看了 手女老化為期 當心肌膚提早進入更年期 那我這邊有一個 三十幾歲的女生 她是藥廠的業務 她長得很漂亮 但她本身有一個 九糟的肌膚 那大家知道九糟就是很容易紅 我們平常皮膚的血管是細的 那九糟的病人 她可能因為毛囊蠻蟲 一些發炎反應 所以她臉常常是泛紅的 所以對她的工作來講 有一點點困擾 不過後來她這個有吃藥加擦藥 我控制得還不錯 大概過了半年就很穩定 都沒有看到她 有一天她突然出現在我門診 然後我就嚇一跳 然後我就問她說 你最近生活有什麼壓力 跟老公吵架幹嘛的 我說吵架是一定有 但應該不是因為那個 因為每天都在吵 所以她就說 我們下一個皮膚科醫師 就會問她說 是不是你用了什麼新的東西 有過敏的一個可能性 其實九糟肌膚或是敏感肌膚 常常會合併一起發生 然後她就說 對 醫生你怎麼知道 我最近用了一個 網路大家都說很好的 來自澳洲的某一個 內地一線女性代言的一個 維他命醫霜 我還缺貨耶 我還拜託我朋友去買 那我擦 一開始覺得很不錯 很保濕 然後我早晚都擦 但是過了一個月之後 現在我突然覺得 就越來越刺 越來越紅 越來越不舒服 然後那個東西我就說 你拿來我看一下 她說我沒有帶 不過你可以Google打一下 我會打 找一下 那我們就問她說 她真的只有維他命E嗎 一定不可能 所以成分表一查 我的媽呀 有維他命A 維他命A的話是抗老化 但是它會促進角質代謝 就是讓你的角質代謝 促進它的代謝 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膚的人 你用了 可能別人十天二十天就會紅 你可能更快 所以其實久到肌膚的人一定要提醒 你用錯產品 它真的瞬間那個皮膚是 至少五歲以上 非常紅跟發炎 而且維他命A 如果你買的商品裡面有寫 Retino 或是它的一些衍生物 記得只能晚上擦 它的百件是不能擦的 但是那個商品 它並沒有告訴你 不能早上擦 所以我好多朋友都早上擦 然後臉書一問大家就是說 一開始擦都不錯 但是後來就是如果你是 比較敏感肌膚的人 就會出現紅跟發炎的現象 講到女性暗美的同時 也不用 身體裡面散發出來才是最自然的東西 外表當然靠先醫美是可以 但是體內還是很重要 也要關心自己身體健康 謝謝 謝謝 相信許多人都有腳踝扭傷 翻船的經驗吧 只是要立即冰敷二到三天 而不是熱敷喔 冰敷的目的是要加速消除水腫 還有瘀青 如果水腫不消的話 局部血液循環不良 就會影響到韌代的恢復 一般認為受傷之後應該要避免活動 但其實在受傷後一週內 做簡單的腳踝運動 是可以幫助恢復的喔 怎麼做呢 就是在不痛的範圍內 做腳踝下壓 上抬 一秒以下的速度 如果可以的話 就內翻 外翻 如此一天做 五十到一百下就可以囉 刀傷是居家常見的意外 發生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首先不要緊張 在止血之前先用清水 或是生理食鹽水沖洗 然後用乾淨的毛巾或是紗布 直接加壓十分鐘 止血之後用抗生素染膏 輕輕地塗抹 然後包紮 如果傷口太深出血不止 或者是傷口太髒有異物 或者是你在意傷口癒合之後的 美觀程度 那麼就繼續加壓 就醫縫合 如果五年內沒有打過破傷風的人 記得要到醫療醫院所去補一針喔